官编门就地以沙滩上的漂流木或地形做掩护 朝向架设在海岸边的人行标靶射击 首先进行踢勾腰步枪射击 两波射击之后换M24号搬用机枪上场 一阵扫射之后最后踢勾4排用机枪登场 踢勾腰步枪M249搬用机枪 以及踢拐4排用机枪都是野战中经常使用的清兵器 为了磨练部队探案守备及临战反应 驻守南台湾的第四作战区陆军步兵第117旅 旋定高雄陵园的凤右沙滩进行野战训场清兵器实弹射击 不过在射击过程中几度发生卡弹情况 一旁的教官也立即上前协助排除 军方表示由于现场为沙滩地沙子比较多 可能沙子跑进枪之内造成故障或卡弹的情况 而这也更贴近真实的情况 因为这些都是上战场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如何学习自己排除也是重要的课题 陆军今年度开始选择在台湾西南边的海岸 进行野战射击 这回已经是第二次 而在此同时距离台湾400公里的海面上 美菲两国正在进行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 同样也以反登陆为主 而且也把清明器纳入演练之中 从政治上来讲 国军跟美军还有福利宾 这次在不同的区域进行的反登陆操演 就形成了某种默契 也就是对于阻吓中国的这种威胁 产生一个实质的一个讯号 虽然这场野战射击只是例行训练 而非操演 但透过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 与其他国家可能的协防 共同维护台海之间的和平与稳定 民事新闻陈家强 陈子平高雄市报道